防腐剂 含量越高 味道越鲜 有机食品四不用 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 不用转基因原材料 不用激素 但是我们今天说了半天 那么多添加剂 我们现在心里都忐忑了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添加剂 任何食品当中都有添加剂 您说您还说这添加剂有那么多的危险 那我们该怎么样跟它和平相同呢 我觉得几点建议呢 一个就是我们能在家里做饭的 现在在家里做饭 特别给小孩 爷爷奶奶要真爱你们的孙子孙女 爸妈妈爱自己孩子的 最好自己亲自给下厨房做饭 你绝对不会用那么多添加剂的 不要是买那么多商场 大包小包另那东西 那不是在关心孩子 我就在害孩子 是的 这样就增加亲自乐趣 对 第二个 要买这个食品时候 一定要去正规的商场超市购买 我们现在所有的食品上面 可以说得有的QS 是的 我们经常讲这个QS 它叫生产许可 马路边上摊上的 有些可能没有 这个QS过去叫质量安全 是的 现在叫生产许可 这是英文的QS 你要看到这个食品包装上面 有这个QS的标志的话呢 对 就是它是一个安全认证 那么第三个来讲 第三个 就是要掌握一些这个常识 今天我们这两期节目 都介绍这个食品 添加一些知识 对大家购买的时候 要瞪大眼睛看小字 是的 要瞪大眼睛看小字 因为小的字 可能与你越相关 别上去看那打折 凑销的买几送几的 对 便宜的时候 往往后面有限情 是吧 可能快到期了 或者这个食品里面 添加剂多卖不动了 是不是 或者说这个 它的库房积压的东西 它偷销 绝对是它偷销的理由的 是的 所以我把这个 在和食品添加剂 共处方面来讲 我们就是说 食品添加剂 就是相当于善 相当于我们说一种物质 物无善恶 过则有害 是的 正确对待 你少量摄入 没有问题 好啊 今天就是我们的健康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